我從搖滾開始認識嘛 對 然後往前推搖滾以前 七零七八零 八零九零搖滾 以前是什麼 然後再以前是什麼 其實都是 串插串插人會遇到R&B 會遇到 Country Music 還會遇到 很多很多 我覺得是音樂 你就會去 去看到以前的東西 就可能 現在的搖滾明星 那 我就會想看 一七零年代的搖滾明星是什麼 六零五零 九零八零是什麼樣子的 那基本上 嗯 音樂性不同 但是 其實他們的 音樂性是有 有貫通的 嚴格來講應該是 貓王 應該是貓王 因為小時候 但是後來 因為沒有太去 研究貓王 是因為 因為他可能離我太遠了 那我媽媽 我媽媽他們會聽 小時候記得他們有在聽 但那時候 有印象 但是我也 我也很 其實很 有了解一些 只是說 因為 年代的關係 你會喜歡 不同年代的東西 應該是 其實 如果以 我華語來講的話 可能是曹哥 但曹哥其實 曹哥的音樂是有很多 有Blues 有 有爵士 那 他 因為我是喜歡他聲音 所以我還沒出到的時候 那 我就聽 曹哥的聲音 跟他的音樂 那基本上他剛 剛出道 他做 做的是 有點 也是 也是 流行音樂 但不過有很多 很多的 很好的 很好的系統在裡面 所以他的音樂非常好 我喜歡很多種音樂 我不可能只喜歡 不會變 只是 你只會增加 不會減少 一直在聽 一直聽 但你只會越聽越多 不會越聽越少 我以前小時候聽的歌 現在都還會聽 對 爵士樂 最厲害的地方 我覺得是 單純 直接 那 像流行音樂 我覺得太 太複雜 太複雜 就是 感情上面的表達 歌詞 或什麼東西 都 繞了很大一圈 我認為 那我覺得 比較簡單的歌詞 我比較喜歡 那 爵士音樂 基本上都是這樣 你可以去聽聽看 很多的爵士音樂 通常第一句話就是歌名 很多很多 但不是完全 但是很多都是這樣子 那 又很直接 他要講什麼 就在上面 那不會說 像 但我沒有不喜歡 流行音樂 只是 只會是把它區別一下 其實 任何音樂 都可以表現任何的感情 任何的層面 對啊 其實沒有 沒有說 像流行音樂 它也可以很優雅 古典音樂 也可以很優雅 搖滾音樂 也可以很優雅 所有東西 它只是用了一個 不同的 樂器 或者是編制 或者是 音階 呈現不同的感情 還有 Tony Ballin 現在 還有 Michael Boblin Michael Boblin 非常厲害 非常厲害 那 想一想 很多 很多 其實 其實很多 對啊 應該是我喜歡 我什麼都喜歡 我流行音樂也喜歡 那 它只是我想做的一個 一個概念專輯之一 那 流行音樂 當然是第一個做 因為我們要跟 市場 平衡一下 那流行音樂 我一定會做 那之後我會做的就是 像 Mr.Jazz 就是我想做的 概念音樂之一 後面也許會R&B 後面也許會有 全創作專輯 也許會有 真正的搖滾專輯 像我現在的歌 其實不算真正的搖滾 音樂 我認為 它也是屬於 流行音樂裡面 那 很多東西都是我想做的 它只是一個 它是一個概念的方向 但是 這是第一張Mr.Jazz 後面會有第二張Mr.Jazz 後面有第一張 Mr.Rock 第二張Mr.Rock 然後 就是一個方向 那我認識 可能 愛上更多音樂 blues 都會出一個 就是比較整體的 一個概念的專輯 這一次的收割 其實 百分之五十 是流行音樂 百分之五十是 爵士音樂 那 但是我們用了 爵士音樂的編制 來做整張專輯 然後 都是 經典的 十一首歌 原因是因為 就是好聽 喜歡 那我們還有 我們還有 考慮到 觀眾 因為 如果唱成爵士 可能族群比較少 所以我們加了很多 加了一部分的 流行音樂 跟非常經典的 爵士音樂 就是 普遍人也會 喜歡的 爵士音樂 因為爵士音樂 其實有點 不是大家都能夠接受 對 真正的爵士音樂 所以 還是放了很多的 流行音樂 在裡面 就 比較 比較不會那麼 難懂 我認為是這樣 當然我們也是重編 只是說 不會做太大的改變 然後 因為樂手有限 我們這次的編制 比較小 我們只有 兩把吉他一個 然後 鋼琴 還有什麼 對啊 就這樣 然後合音 所以編制比較小 那 但我覺得 完全沒問題 我很喜歡很單純的 演唱會 如果全是爵士 的演唱會 我覺得很棒 或者全是流行音樂的 演唱會 就不要太複雜 是一個 是個 沒想到的事情 對 就很緊張啊 很緊張 然後 然後 就不知道說什麼 因為 空白 然後你又不能停下來 因為很安靜 當然 當然啊 人家要上去講感言 下面當然很安靜啊 那你又不講話 就很安靜啊 對啊 我沒有得獎也會拍 這跟 講沒有關係 這是跟 有沒有實驗有關係 有沒有空做這件事 因為 最主要還是要做音樂 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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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能 沒 沒 沒有 roe 不